欢迎大家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英义乔林老师 很高兴的在这里咱们一起来学习 终极经济师21年人力资源金奖班的课程 今天我们来讲到的是人力资源的第二部分内容的 关于人力资源管理 整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呢 是咱们在考试当中 它的分值占比最高 相对来说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专业性会比较强的这样的一部分内容 很多同学如果说有过人力资源的 其他的这种考试啊学习的背景 或者是说从事过人力资源的这个工作的话 那么理解这一部分内容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性 但是咱们在很多的考这个经济师人力的 这个科目的同学他其实这两个特点都不具备 那么这样的同学在学到这部分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觉得有点难 在理解上可能会有点吃力 所以不要着急 这部分内容那学习产生这样的感觉的话 那我们想办法就是尤其像薪酬 计效这两章相对来说是这部分里边最难的 这个专业这个词汇呢 可能是最多的这种章节 那么可以的去多听一到两遍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你第一遍学的时候 你可能跟大家不一样 你是零基础 对吧 但是你听了一遍 再听第二遍的时候 其实你在已经有了一个理解的基础上 再听第二遍的时候 可能就会感受好很多 这是一个 另外在整个的这一章当中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今天要来讲的第四章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这一章的特点就是 它相当于是一个铺垫 很多人在学到这一章之后 学完之后 老师我觉得这章我听完之后 感觉逻辑有点是乱的 不像听其他的章节 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的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提取它的关键脉络 和它的特点 那么这一章 它其实是有它的关键点的 我们找到几个关键点 那么学习这一章 你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细节 说哪一个关键词 哪一个内容 直接一头扎进去开始学习 而是说我先要考虑到 它的主要的脉络是什么 这是第四章学习的特点 它的主要脉络 因为这一章整体上不难 考题呢 也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只要你掌握了 这一章的特点的话 其实还是很容易去掌握的 那我们来看 整个的第二部分的分值情况 在过去的六年当中 它的一个单选 达到了117分 多选题呢 题量 这个也有36的 达到72分 20分极题呢 刚好跟多选一样 它的总分值261 平均分值43.5 就这一个部分里面 加了43.5 这个分值 而且是在过去的 这个平均值啊 来算 这里边分值 实际分值 其实要高于的 其实要高于 因为有几年 在这部分里面 它的教材有大的变化 那么它过去的分值 其实没有加进来 实际的情况 比这个分值还要再高一些 我觉得它的地位 应该是至少在50分 在50分以上 左右这个水平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二部分呢 包括的这些内容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引子 来让我们理解 人力资源管理 站在战略的高度上 那么在当今经常说 说人力资源是 作为企业的战略伙伴 对吧 那你为什么说 你能是一个战略伙伴 为什么大多数的 企业的人力资源 其实还是在做的 事务性的工作 那么这里边的区别在哪里 那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呢 将会给大家去揭晓 那么接下来 其实就是人力资源的 几大模块当中了 咱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规划 对吧 那第五章呢 讲的就是狭义的 人力资源的规划 从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 供给预测 到供需平衡 整个这一章 其实讲的 就是这三大问题 那接下来 你把人员规划做好了 是不是就该选人了 对吧 选人用人 人力资源就这点事 选育用流 所以呢 开始 甄选人才里边 涉及到的一系列 甄选的方法 是考核的重点 选完了人之后 要管理人通过 绩效考核 给他们定目标 然后呢 建立薪酬体系 这两个是学习的 这个难点 学习的难点 那既是重点 又是难点的地方 第九章 培训与开发 经历过这两章之后 这两章的难点之后 我们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 在第九章 因为相比前面两章来讲 这一章在内容的理解 内容的量和考分来说 其实都要下降很多 这张会比较容易 相当于来说 是整个这里边 一个是第五章 可能学的会稍微轻松一点 第九章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第十章 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呢 它是在去年教材 大条的时候 这一章是一个全新的 以前也有 以前第十章内容更多 学起来 大家会觉得更枯燥 很多人学到这一章 都想老师 我能不能把这张放弃了 我不学了 去年条了之后呢 其实还好了 至少比以前的 第十章内容少了很多 少很多 分值呢 其实比以前 这个比重上也在下降 因为这里边真的就是太理论了 对于我们 如果想未来说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前面如果还说 无论在思想意识的提升上 还是在工作技能的提高上 还是有帮助的话 那么这部分 它其实解决的 就是一个基本法律认知的问题 所以呢 它的内容减少了 然后呢 在分值的比重 是在下降的 所以整体上 我们觉得去注意 学习它的关键点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整个第二部分 所涉及到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第四章 关于战略性 人力资源管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呢 在过去的分值啊 它在16年和15年的时候呢 因为教材在这一章 它有个大的调整 所以分值 我们就没有拿进来 作为参考了 那从17年开始 到现在 基本上每年 差不多是 三至五到单选题 多选题呢 每年很固定 一年一到 多选题 加在一起分值 就是五到六分 对吧 基本上这个水平 那在这一章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偏理论的 你说战略性 人力资源管理 它要真的出在案例里边呀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呢 它单独 作为一个大的 完整的案例分析题 出四个小题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它有可能是把 其中的某一两个知识点 可能跟其他的 咱们人力资源的内容 然后联合起来 作为其中一个小问 来参与的案例分析题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呢 咱们在这一章学习的时候 不需要学的过于的深入 太过于灵活的去应对 因为它成为这个案例分析题的 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咱们主要还是按照 单选题和多选题 来进行准备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呢 具体的啊 它的一个内容情况 就像前面 刚才给大家讲到的 这一章学习 你要想掌握它的精髓 这个关键点 就在于我们先要把这一章 它的整体的知识脉络 它的重点先要搞清楚 然后再去学 学完之后 你闭上眼睛 你一回忆的话 你发现 其实可能思路还是挺清楚的 不然的话 这一章你整体学下来 你会觉得很乱 因为它的内容呢 东一下西一下的 如果你没找 抓住它的主线和关键点的话 这章你学下来 就觉得很没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那好 我们最大的疑问是什么 什么叫战略管理 对吧 那么什么叫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跟普通的人力资源管理 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 这些疑问 就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 啊 这一章的第一节 所给我们解决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及其实施过程啊 它先是告诉你 什么叫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核心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通过这个 那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就叫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跟普通的人力资源管理 原来是这样的区别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大点里面 其实就告诉我们 它跟普通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它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那你说 在考题里边 它的考题方向是什么 在这 那肯定考就是核心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呀 对吧 因为它主要让你了解的是这个 那它考察的也是这个 接下来呢 你光知道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不行 因为它必须要跟组织的战略匹配起来 因为没有单纯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只有跟组织战略相匹配了之后 它才站在了战略的高度 所以你单纯的想要知道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还必须得了解到什么叫战略管理 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 战略管理用最简单的最清晰的方式告诉我们 战略管理就包括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 所以那我们就知道 战略管理原来就是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这两个过程 所以这是前面把基本的概念给我们梳理出来了 那我们知道这概念之后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呀 在战略的制定阶段 在战略的执行阶段 我们人力资源都在其中具体干了什么 有什么作用 你到底做了什么 对吧 你怎么参与其中的 你只有真正的参与到了战略管理当中 你才叫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所以第一部分 它是把基本的概念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部分是告诉你 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到底是怎么参与组织战略的 好 那么第三部分呢 既然你学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所以在这里边 它其实就告诉我们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流程和步骤 都包括哪些 这个是偏实操性的内容 正常来讲 这个知识点其实很重要 是很重要 包括未来在考高精的时候 其实都告诉我们 这个是你要背下来的 但是咱们中级呢 这个点 因为它的考题的形式的原因 所以一直没有作用我们的重点 但是你可以大致去了解一下 它的主要流程和它的步骤 那么在它的步骤里边 就有三个关键节点 所使用到了三个工具 所以呢 在咱们中级里面 它考察的浅 它高精了 它问你怎么去构建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但是在中级的时候呢 它考察的是什么呀 考察的是你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这个过程八大步骤当中 那么有三个关键节点 所使用到的工具 这三个工具 分别是什么 让你概念上做出对应 所以这是整个咱们第一部分 所会学到的内容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 什么叫战略管理 那么人力资源管理 跟战略管理是怎么匹配上的 那么它在做到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当中 使用到了哪些工具 有哪些步骤 好 那么这些都是基础性的 概念性的问题啊 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呢 我们该定战略了 啊 定战略 也就是说 从组织战略的层面 它到底都分哪几个层次 这是前面告诉我们了 战略可以分几层啊 从最总 公司总的最高层的 顶层的设计 一层层的分解下来 分成三层 好 那么分下来之后 每一种战略 啊 每一种战略下 当企业定了 比如说 我就是要成本领先战略 啊 我就是要低成本 或者说 我就是想用产品 差异化战略 那么企业确定完 这个战略之后 你人力资源 具体的政策 该怎么去配合呢 对吧 那你人力资源 分别在招聘 薪酬 绩效 培训等等 这些方面 怎么来配合 这个组织的战略啊 好 就是在这儿了 你的人力资源战略 与组织战略 和发展战略之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匹配 所以这儿 是一个重点 当然 这部分也是 这个咱们学习的难点 因为它的内容 比较多 而且容易互相的混淆 这部分内容 你不能死记硬背 因为你要是硬背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 学的一定会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所以呢 咱们把每一个战略 它的特点讲清楚 然后对应到 它的这个薪酬绩效啊 对吧 它的培训这些 我们是自己能够 给它推理出来 这样的话 其实就大大降低了 你记忆的难度了 你至少如果你能推 自己能推理出来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话 其实你就很优秀 有的图片 能自己总结出来 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经验啊 相当于比较丰富的图片 能总结出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需要你单独的 特别的去记的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就一两条去记的 但是你要所有的都去硬记 这个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在这里面 要注意学习方法 那么要把它看成个难点 来重点突破 认真的去听和复习 最后的话呢 高绩效工作系统和人才管理 高绩效工作系统 这一个内容呢 正常来说啊 它在很多这个 像的其他版本的教材当中 它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会在这一章里面 介绍这两点 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学了这么多了 对吧 但是在现实的企业应用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对吧 它在具体应用的时候 在企业当中 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 就好像我们学了激励理论 学了那么多的理论 那么它到了企业 实际应用的工具上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目标管理 变成了参与管理 变成了绩效新精致 它们背后都有着激励理论 所影响的这样一个影子 对吗 那么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这个思想提出来了之后 那么它到了企业当中 变成了什么样呢 就变成了高绩效工作系统 和人才管理 这两个是比较 在企业当中应用的 比较普遍 和比较经典的这种形式 所以这是我们在最后 介绍出这两种 这两种 那么高绩效工作系统 在咱们教材所引用的内容 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不是很好 就是它的可考性 其实没有什么 只是弄了几个概念 在里边也没有什么可考性 所以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是大致的去了解 过的就可以了 它这个在过去这么多年 基本上也没有在这里出题 唯一有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人才管理 恰恰是一个考核的重点 因为这部分内容 引用的呢 比较好出题 所以在咱们整个的人力资源的 这个课程当中啊 它的出题无非就两点低 这个内容 对于人力资源的 这个考生来说 这个知识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种他一定会经常考 比如说经济补偿 对吧 经济补偿的计算 比如说裁员 对吧 劳动真意的处理 就这些 这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比如说薪酬绩效 这些是你必须要去掌握的 所以他这经常考 还有一种经常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非特别好出题 他这个内容在引用的时候 特别适合出这种选择题 去挖坑的 容易去挖这个空的 那么这种题 人才管理就属于这个特点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 这是整体上啊 咱们在这一章 大家先把这个思路 先把这个框架搭起来 然后再往里边学 会好一点 好 那么如果整个学完了之后 我觉得大家呢 可以回过头来 把咱们的这个第一页 就是刚才 我们把这里啊 去讲的这个地方 等你整个这一章听完了 你想复习的时候 你把这一页去听一下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的感受 可能就会更清晰 然后自己呢 再拿着讲义来进行复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继续实施的过程 在这一节当中呢 这两节呀 这两节的分值 是比较平均的 那多选题呢 基本上都是在这一节当中 出现的 下一节的内容里面 很少啊 它没有多选题的点 但是个别有一两个 会有有可能出多选题 但过去还没考过 单选题呢 差不多占到一半 它的总分值 因为平均分是 五到六分嘛 所以第一节 相对来说 稍微占一点点优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其实核心需要了解到的 就这三大内容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什么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那什么是战略管理 它分成的三个层次 在这里边 你学到的这三个层次 其实就是先普及一下概念 那么真正这三个层次 所对应的 人力资源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到第二节 去学习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分别跟战略管理当中的 两个环节 战略规划 其实又叫战略制定 一个意思 战略执行 也叫战略实施 所以在这两个阶段 人力资源分别都参与 做了什么 你只有参与进来 做了这些事情 你才构成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最后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要了解到工具 所谓的这个步骤和流程呢 因为咱们考题形式的问题 所以就大致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来看一下 关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与战略管理啊 先来了解一下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所谓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是指 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培育富有创新性 和灵活性的组织文化 而将呢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同战略目标和目的 联系在一起的做法 或者说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 而实施的有计划的人力资源运用模式 以及各种人力资源的管理活动 这个概念不需要背 不用背 他真要挖空的话 你肯定也选得上来 他的中心思想 你现在能感受到吗 能感受到吗 核心是什么 你凭什么叫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而我叫人力资源管理 你说他干的事情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六大模块的事情 招人做薪酬体系 去做绩效考核 这些事他不干了吗 他该干什么还得干 只不过 他所有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 应该干的事情 他的出发点都变成了什么 都变成了 我为了所有做这些人力资源的事情 我都是为了去帮助企业 去实现他的目标的 我为了帮助企业去实现他的战略目标 然后往下分解 然后我来看我的人力资源 到底应该怎么去干这些事 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为 指引的前提下来开展的人力资源的活动 就叫战略性人力资源 所以这里边 他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着组织目标 或者叫组织的战略目标 所以这里边你不用去背这些话 咱们考中级的时候 这些是不需要记的 你知道把握住他的核心要点了 那么在选择的时候 他即使出一些稍微灵活一点的题 你还是能够选择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核心的理念 那核心理念呢 是人力资源管理 必须能够帮助组织实现战略 以及赢得竞争优势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一大段的 很多人在自己去看书 在去读的时候 就觉得反反复复的 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但实际上他在围绕的中心点 就一个意思 就一个意思 你人力资源所有的行为 都是为了去帮助组织 实现战略目标 实现他的战略目标 实现帮助他去赢得竞争的优势 作为呢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已经被看成是一种利润中心 而不是一种成本中心 这个就是你需要记的了 这个而且还是容易出现在考题 给你挖坑的地儿 他既不是成本中心 也不是以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而是作为利润中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人 以前说我们招了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成本 未来不是 说我们真正要是 站在战略的高度 去帮助企业去实现 相关的目标 那我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资源 你作为人力资源 你的作用和目的是 我要把这些资源 都能够充分的去利用好 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 提升它的劳动生产率 最终我能够具体量化的 能够去算出来 每一个人产生的价值 对吧 提升的劳动生产率 那么为企业创造了什么样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人力资源 如果能够想办法 把这些人 充分的调动和利用 他能够让这些人 这个提升 他的劳动生产率 那么这不就是 为在企业创造价值吗 所以人力资源 不再是一个成本中心了 它是能够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 是能够创造利润的 所以你只有把人力资源 做到这个层面 你才可以说 你是战略性人资源 你才好意思说 我是企业的战略伙伴 不然你就是一个 事务性的部门 所以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 核心概念 就不要烦的 就是这样 一会核心理念 一会核心概念 这个怎么说呢 在考试当中啊 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去考 否则我觉得水平有点低 就是问你什么是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 核心理念 什么是核心概念 然后这样去考你啊 我觉得不会 所以你把握它的核心 关键点 知道它其实就跟战略匹配 对吧 跟企业的战略目标 要联系在一起 这个核心 这都是核心 那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 核心概念 它指的是 企业的战略匹配 和战略契合 那么怎么匹配 对吧 跟谁契合 这是核心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必须呢 要具有两个方面的一致性 所有的匹配和契合 跟谁匹配契合呀 跟组织的战略嘛 对不对 跟组织的战略来进行 匹配和契合 所以呢 这里边 就包括外部契合和内部契合 外部契合又叫垂直一致性 而内部契合呢 又叫水平一致性 那么在这个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 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 这一块知识点 考的是比较多的 在整个这一节当中啊 它考试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是比较重点的地方 那么外部契合 它这个外指的是哪呢 就是人力资源以外 这里说的不是战略性 人力资源的核心概念嘛 对吧 所以呢 它是立足于人力资源 然后的外部 那这个外部指的就是组织战略 所以呢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应当与外部环境 或组织战略之间保持一致 对吧 这是首要的 你必须得跟组织啊 它的方向和战略保持一致 那么先有组织战略吧 对吧 组织对景 对景城的设计 在组织战略的基础下 那么你会去设计 像的人力资源战略 怎么去跟它配合 所以这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对吧 上下级的关系 上下级的关系 对应的这是垂直关系 所以呢 又叫外部契合 而内部契合指的是 你人力资源 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 它是有多重模块 来复杂的互相合作的 在一起的 比如说就有人员甄选 有绩效薪酬 培训员工关系 等等这么多模块 那么你内部的 这些不同的工作模块之间 也得一致 你不能这边招人 对吧 你是扩大呢 这个招聘呢 然后那边呢 这个正在裁员呢 所以你这个本身 自身就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说人力资源 它本身的内部 也应当保持一致性 而这个就叫内部契合 水平是指你的薪酬 绩效 对吧 大家是平等的 都是一个水平线的 所以没有谁高低上下之分 所以在人力资源的内部 我们把它称之为水平一致性 好 是指呢 组织内部的各种 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之间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这种一致性 关于匹配和契合 我们知道是怎么匹配 怎么契合的外部和内部啊 这个点经常出题 那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将组织的注意力 集中于四个方面 在原来啊 就是17年之前啊 咱们教材呢 这个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这张就有 但是呢 这个内容完全不一样 跟现在的内容是 一点点都不一样的 但是呢 唯一保留下来的 就是这四个方面 啊 原来的那种全部都删掉了 啊 全部都删掉了 然后只有这四点保留下来的 这四点是在17年以前的教材里面也有的 所以很多同学在做历年真题的时候 你做到17年以前的题的时候 你发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啊 人力资源规划呀 还有这个 没有人力资源规划啊 人力资源规划也变过 还有呢 像这个薪酬绩效 往前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的很多的内容啊 其实是不一样的 像人员甄选 也发生过变化 所以呢 呃 大家一般来说 你做真题 我觉得最多往前做到17年就可以了 就成套做的时候 做到17年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变化会小一点 然后呢 呃 再往前的年份 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比较典型的真题 我们都已经放到了金奖班当中 已经不重要的 这点已经删掉了 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已经更新过了 好 那么来看这四个方面 包括呢 改变结构和文化 提升组织效率和业绩 开发特殊能力 以及呢 管理变革 那作为战略性人权管理 它的注意力 其实这里边啊 这个总结啊 并不是说一个非常绝对的真理式的内容啊 只是说 它更多的关注的是什么呢 你看组织的结构和文化 对吧 能够去谈说调整组织的结构 构建组织的文化 以及去提升组织效率 特殊能力的开发 以及变革 这都是比较高级的 而不是说我去关注的日常的行政事务性的工作 关注的是考勤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来看 这是2010年出现的一个多选题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将组织的注意力集中于变革 你就往高级上想就可以了 不用去硬背啊 关注在企业的变革 这个没问题 对吗 关注的考勤吗 特殊能力的开发 对吧 给企业构筑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壁垒 那组织的绩效没问题 组织的绩效和什么 业绩的提升嘛 好 那么跟行政管理 这是传统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传统式的考勤呀 对吧 行政管理啊 事务性的日常工作呀 这不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注意点 好 那么第五个问题 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必须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贯彻的重要思想 就是反复啊 其实它分这么多的维度 不停的在讲的 就是强化我们去理解 什么叫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核心点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章在学之前 就反复跟大家去说 把握它的中心脉络 就是你要知道它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不然这一章学下来你会觉得很懵 我来看 以利润为导向 而不仅仅是以服务的为导向 对吧 前面说了 它的中心它变成了利润中心 要提升组织效力为企业去创造价值 把人充分的利用 所以它不是在做服务了 它也不是一个成本了 所以既不是服务也不是成本 它是一个利润中心 那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呢 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呢 比如说生产率 薪资福利 招募申选 培训开发等等啊 所有这些 它要算的是什么呢 要算数字了 成本收益来进行分析 评价解释 核心是要把这个投入和收益来做出分析 就是人力资源管理 你要想提升你在企业的地位 能够向老板去证明啊 你对企业是有价值的 是创造价值的 那么一个最根本的一步是什么 你要能够把你的工作价值量化 对吧 你要把你的工作价值量化 你想花这么多钱 去引进一套绩效系统 好 那你是不是在引进之前 你先得知道 现在的你们各部门 他们的人均的生产率 大概是什么样的 对吗 他们人均的创造的产值 是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得有个数啊 然后你就跟老板写报告就说 那我们去花这个钱 我去做培训也好 还是我花这天 引进一套绩效管理系统也好 等等 我做完了之后 那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对吧 那通过这套绩效系统 那我们能够让人均的 这个生产率能够提升多少 那这个时候一算这个账 老板就觉得花算了 对吧 虽然我现在投了一百万 但是我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让这个企业的整个人的 这个工作的效率和记性 都能提高多少 我创造的产值可能是一千万 所以这是我们作为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必须要去意识到的问题 要把我们的工作进行量化 那么去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 建设性的解决报告 就这个意思 那么为人力资源的职能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就是需要去提升我们自身的 这些能力和素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必须贯彻的重要思想 好 这部分呢 这是一个立体啊 这个立体就是为了来巩固这个支点的 真正这部分的考题啊 它前面这一个大支点下面 刚才包含的这么多的内容 它经常是柔和道理一起去出题 东拿一句 西拿一句 然后拼成一道题啊 经常是这样去出的 所以咱们关键是理解 那以成本为导向的 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啊 肯定错了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出题的方法 它也就能在这挖坑 对吧 利润导向 服务导向 这个成本导向 这种知道 始终把握的是利润就可以了 第二呢 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进行必要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评价和解释 没问题 对吧 成本和收益 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建设性解决报告 以及提供相对培训 好 那么作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要求 所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要求呢 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人员 必须能够向其他人去证明 自己对于组织的目标和使命达成 做出了贡献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证明 为什么要证明 你要是不能证明 你对企业目标达成做出了贡献 那么 凭什么大家要重视你 要把你放到了战略伙伴的高度 要跟人家营销直接的为企业创造销售业绩的 能生产直接创造产值的 跟这些部门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呢 所以你要去证明 你要是不能证明 你就只能去老老实实的跟人家提供服务 是在服务的位置上 那我们来看怎么去证明 参与组织的战略规划的制定 对吧 在组织战略制定的这个阶段 那么你能够去献计献策 能够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人员的支持的这种分析 第二呢 掌握于组织的战略性目标 有关的一些特定的知识 咱们很多人力资源的 从业人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不懂产品 甚至不懂业务 甚至很多人力资源的从业人 他现在就经常在开会的时候 哎呀对不起 我这个对业务不是很了解 怎么怎么样 他觉得这好像是正常的 事实上不是的 你要想成为一个在企业当人力资源的管理专家 你必须要懂业务 要懂行业 你才能够知道为企业在人力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上去提供 有建设性的这种建议 那知道呢 何种类型的员工技能行为 及态度能够支持企业的战略的达成 那么制定具体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来确定员工具备实施 组织战略所需要的这些技能行为及态度 这里边的 这里边的第三点和第四点 咱们一会儿呢会有一个大图 那个大图呢会整个概括出来 在战略的制定阶段和战略的执行阶段 这两个阶段下 人力资源所干的事情 那么在那个大图里面其实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在人力资源的执行阶段 必须要了解的这些情况 好 那这是17年考过的一个题 某公司呢 总裁最近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指出呢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层次过低 今后应当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层次迈进 为此呢该公司今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当做到 做到哪些这是一个多选题 来看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把前面所有的内容中和起来 放到一道题里面来考 确保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本公司的外部环境和组织 在那儿相匹配 这叫什么 外部契合 也叫垂直一致性 对吧 那么确保公司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之间 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这叫内部匹配 对吧 也叫水平一致性 那么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上 我们始终强调的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的核心是什么 利润中心 它既不是成本导向 也不是服务导向 所以凡是你要把握关键点 它这种就属于没有站着关键上 对吧 它必须应该是以利润为导向的 不是成本 也不是服务 那么不再从事这个日常行政事务性工作吗 也不对 所以这个C和D呀 还是很容易判断的啊 那么向公司的其他人去证明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目标实现 做出了贡献 所以有同学啊 就说哎呀 老师你看 这个怎么能够去把这些去选上呢 就整个这一章啊 在第一节 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说他问的这个问题 怎么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层次迈进 那到底什么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它包含的内容 包含了什么 包含咱们前面所讲的这几大问题的所有 从它的核心概念 核心理念 对吧 人力资源应当做到的事情 给我们的重要的思想的这样一个提示 这些它其实是一块的知识点 是一块的 所以凡是提到说 我们人力资源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上 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做什么 那么其实我们都可以选 除非是什么 跟传统事务性工作相关的 跟成本跟服务相关的 那么这些是坚决不包含在内容 好 除了C和D之外 ABE是正确的